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继续扯土工暴走国的一些事情 首先是土工国最近到底有多少人 说是他们自己吹牛逼吗 说是多少人,说是14亿人口 说是有鼻子有眼的 大家都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最近爆出尿了 说中国的人口不足九一 就勉勉强强强吧 就相信他有九一人吧 说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数据是从俄罗斯这边过来的 说俄罗斯他们研究这些事情 他是挺有这个想法的,知道吗 他特别有想法 他是通过这个中共啊 中国啊,他们的消费的盐 就吃盐嘛 这个人不能离开盐的,是不是 我们深信告诉我们 说要做光做盐嘛 所以这个事情有两种东西是不能没有的 光和盐,是吧 盐最重要,是吧 还有说有人说是日本专家 有人说俄罗斯专家 我看的最多的是日本专家 说是从中国的誓言的这个消费量判断 中国的人口只有不到九亿 俄罗斯说是不到九亿 日本人说是不到八亿 所以有人就算了个账啊 说这个九千万党员嘛 你你现在又新的人运入党了嘛 是吧,就合着就就多给点吧 一个亿吧 那么一个九千万党员 每个家庭里面大概就算三个人吧 最少了吧 最少是三个人,老婆孩子嘛 加上三个人嘛 这就意味着还加上父母嘛 就算四个人吧 那么有四亿人是共产党的人 是吧 那么真正的批鸣和韭菜 就四亿最多齐了 齐了天了 就是什么 就是五亿嘛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就有一半人 割淋一半人的韭菜 所以说这个共产党包子里急了嘛 是不是 说这个没人了嘛 没人你怎么割韭菜啊 人越来越少 这个国家还有的混嘛 是吧 那说到人可有很多个事情需要说了 首先第一 就共产党过去为什么是变成土豪的呢 变成的土包子呢 变成人傻钱多素来呢 那不就是北京大学的那林一夫的一个理论吗 是吧 人口红利嘛 是不是 就比较优势嘛 说中国这个地方没有别的东西 其他的都不行 就两种东西还可以 一个月第二大 是不是 土地不值钱嘛 是不是 你反正农民那些地 你一年让他坑 坑着坑着 能够挣一千块人民币不错了 你还不是卖个老外让他向工厂了 是不是 第二不值钱啊 送个老外免费送你 直接来投资 我就把地免费 免费 让你用 因为你用就四十年五十年 第二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多啊 是不是人多啊 你在美国找一个人上班啊 跟你上班的话 你怎么怎么着一年你要给他一个三四万美金吧 在我中国一年下来能够有一万块人民币就就很高兴了啊 如果能够给了一个五六万人民币那这是超级有钱的人了啊 你知道吧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中国经济局搞起来 基本上是像黑心财嘛 卖地的钱 第二个就是什么 卖人的钱 人口贩卖 中共是最大人口贩卖国 最把老百姓不当人的 但取决一个钱的人一定要多 你如果现在是一比一的比例 四亿基德尼阶层和与四亿韭菜 一比一的比例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个事情 你现在有点明白了吧 就是为什么土工突然是180度大长漫 要鼓励要生三个孩子 多生 生得越多越好 所以计生委的姿势没换过来 过去是你生的孩子罚你的款 现在你居然你不生孩子也要罚款 你这个动作的垮度太大了 闪腰啊 人都肌肉脑损了 这不行是不是 所以真实的情况 可能这个数据是有点真实的 再说了 不管是日本还是俄罗斯 他们搞这些事情还是比较专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 考察一个地方的经济 你最好的办法 你不要看他那些报表 不要看有多少人 你交了多少税 他他妈的税 我就收税 连抢带骗子 你根本就说明不了经济实际的活动量 你看他这个省或者这个县 这个市里面 他一个月或者一年他用了多少电 这是最靠谱的 用电量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真实的经济的活动量 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真实的经济的生产 劳动生产率 这是最管用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刚才又查了一下 他还别说 就是你看一个国家 你到底有多少人 你去考察这个国家的用盐 用盐量 这是最管用的 我搞了半天 我还不是 我以后是人家脑袋一蹦蹦 原来这是一个传统 是一个算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过去的一个时代 到底消耗了多少盐 然后得出一个国家的人口 然后你的用盐量的减少 就表示着你的人口的减少 有的时候他们说 你去他们有些个日本的专家 你考察五十年代 中国的大饥荒 死了快一亿人 他们也是通过用盐量来考察的 他们发现三年大跃进之后 中国的用盐量 急剧减少 你想想快一亿人没了 是不是 那时候一共也就四五亿人 有五分之一的人都不在 那用盐量当然少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个科学的一个分析模型 不是脑袋一拍来的 那挺有意思嘛 所以这个现在 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保命 把人要保住 有这么三种套路 去反映在当下 就是要想办法保人口 不能再死人了 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叫做郑州死了这么多人 真是包子里特别光火 知道吧 所以如果就这么死下去 他这个皇帝民村是亡了 是不是 没人了 没老百姓了 是吧 现在有三个套路 第一个套路就是 你发生在北京 北京这两天 就不是有疫情了吗 反正中国一有疫情 就是一定有一个词 叫做输入性的感染 就是外国人带过来的 就开始甩锅 有的人甩说是美国 是吧 有的人甩说是俄罗斯 这次是甩个俄罗斯的 说是俄罗斯有好几个航班 从这个莫斯科飞过来的 然后在中国的很多个机场 都被拒绝降落 结果最后就降落在南京 所以南京就中招了 知道吧 还有说张家界这边 也是有很多俄罗斯的女客 跑到张家界去旅游 去看那边的风景 现在夏天 那边的风景挺好的 我去过所以导致大型的感染 变种病毒的感染 说现在北京也开始闹起来了 北京情况特别严重 现在首先说南京 南京现在封城 封得非常厉害 基本上就整个街道 就一个人都看不到 整个楼道封成什么样的 就是有些个房子 不是高楼大厦吗 它防止楼上的人出来 知道吧 或者防止外面的人进去 它就直接用铁丝网 很扎人的那种铁丝网 就堆在你的楼道里面 你根本没法没法出来 你知道吧 所以你想想这个土工 他真是为了做一件事情 他完全不管不顾的 想怎么干 你怎么干 然后在街上 你如果走 直接可以给你做一个现场检测 根本就不用检测 直接把你抓进去 那为什么呀 因为它极是一个什么 控制病毒的一个方法 它还是一个产业的方法 因为整个城市封城 没经济 没经济怎么办 找人呢 是不是 抓一个人 说你有病 都没病 我说你有病 没感染身体有感染 完了以后 让你住一个月 一个月 你要交一万多块钱 那也是个新产业 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南京抓人 都抓疯了 随便那些个人 穿着这个什么什么 防化服装 完了以后 对着街上的老百姓 说抓就抓 现在南京人都不敢出门了 就待在家 你知道吗 接下来他们有人说 南京这么搞下去 你把人家楼道的疯死 他里面没有吃的 没有东西 你又饿死人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搞呢 说是要要确保 不要出现大规模的死亡 中国的人口 本来就是说 说包子一亲自下来 必须要把南京给我封住 哎呦 说的 这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 侦探那样的不容易 然后北京这边也闹起来了 北京这边闹的 70米南京还要凶 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 那个西包子的马仔 才奇 还有这个市长都说话了 不惜一切代价 要确保这个北京的安全 不能病毒再次控制北京 不惜一切代价 这个词以后 我们以前也去说就说就过去了 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 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 你是要保你的命 你是那个代价 是吧 直接就把你给就给扔出去了 对吧 所以现在北京这边也是 封街道 封人 封楼道 也搞得非常的凶 包子迪说 这个北京是守善之地 是不是 必须不能够传染给包子迪 不能传染给中央政治 极端那些贪官 搞得特别 兄弟 又疯了 完了以后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会儿 跟中美之间互相甩锅 为什么包子迪 突然让外交部战党 又开始放话 说美国有三宗罪 是不是 其实就是因为北京 现在又闹起来了 这个东西 我之前也有讲过的 共产党搞这个东西 在实验室培养这个东西 完了以后 全世界不追责它 它也不承认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方法 或者非常奇怪的局面出现 你就在全世界 就污染别人的国家 然后让欧美世界感染 感染以后 你以为你没事吗 是吧 因为你中国的老百姓 是最傻的 他听你的共产党 每句话都谎言 他听你的假话 他最后就人人都互害 完了以后 那就是什么 大家也不允许重视 还有就是什么 你本身你中国的医疗条件 你跟人家没法比 是吧 最后你会发现 全世界到时候 死人死的最多的 就是中共 你不信你等着看 你越是人口只有9亿 只有8亿 你越是想保人口增长 你死的人越多 你看那个珍州红 大红水 死的人够多吧 有的人说是一万 有的人说是几万 还有人说是死了 一二十万人 你想想珍州 河南是一亿多人 你开玩笑 那么多县 你看一个叫为什么县 那个地方不得了 那些农民 你根本死了 也没人计 没人统计 你知道吗 但是共产党 昨天发话说 才死了三百二十六个人 谁信呢 你说你信吗 哎呀 可怜巴巴的 真是中国人不容易 我觉得北京也会出大事 你看你设想一个画面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南京 那可都是有 里面后面有个京字 是不是 你想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 有后面带京字的 好像就是一个北京 一个南京 还有什么 没有了 是不是 在南京过去 那可是人家国民党的首都 你北京也是共产党的首都 你两个地方 你开始封城 开始抓人 开始搞各种妖娃子 你就知道包子 里的国运 真的是完全被他败光了 到处都是事儿 所以现在北京地面上 中南海下水道 还有很多个段子就出来了 说这个北京 要搞这个 要鼓励老百姓生孩子 完了以后 你又是大红水死人 你又是病毒死人 经济又不好 完了以后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可能让人口增长呢 你吹牛鱼没用的 人家通过誓言 用言量 你能判断你这个国家 就有八亿人 最多一齐了 就九亿人 你想想吧 共产党 包子就心中挖挖娘 搞了半天 自己才这么几个人的 这个什么益尊 是不是 以前有14亿人的 拼了命的 我看他们有些个 上海都有这样的事情 说上海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什么 街道办事处 说搞人口普查的 说 上面就有这个暗示 说你要多包点人 要包点人 有经费 包点人 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知道吧 中央会给你拨钱 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每个 每个街道办事处 都多包了 给自己包了 多少多少人 知道吧 说多包了50多人 以后就多包了60多人 现在不想打疫苗了吗 是不是 要规定人 人都要打吗 是不是 完了以后 就是人家上面的人 来来 就说你看你这个地方 你有多少多少人 你还有 还有大概几百人 没打 其中有60多人 是虚报的数据 上哪找人 现在你没那么多人 是不是 现在是亚历山大 那些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说那时候是我们多包的 但是不敢说 你说共产党这个国家难透了 你知道吗 他们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我从长沙这边的朋友 也了解的也有同样的情况 一个社区本来就有100多号人 一两百号人 平时很多房子都空置的 他非得包200多人 报了70多人 多报了 现在要打疫苗了 家家户户敲门 知道吧 没人 那你人呢 说你人都没管住 你搞什么呢 搞 哎呦 反正现在就是各种鸡飞狗跳 挺有意思的 他们说有人去出了个主意 就说这个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你看4亿人都是你的党 共产党员的人 共产党的人 其中有4亿人里面又有这个什么 有3亿5的人都是屌丝 你不要以为你是共产党员 你就日子过得好 没有的事情 有些共产党员也很穷的好吧 他只不过欺负老百姓 他那欺负一下 他还跟老百姓比 稍微强了一丢丢 也强不了太多 完了又说真正有钱的人 有钱的共产党员 就是中央政治局的那些个中央 中央委员吧 省委书记省长吧 就这么从腹部级开始算啊 这才是中国的精英 全中国也就5000人 所以他们以前有人说 说中国其实就是1000个家庭 控制整个中国 中国真正的贵族 红色贵族 就是包括省委书记 副省长 副书记 你就哪怕你算到这个局级干部 全中国绝对就5000人 就这么多 贵族 其实很多个局长也没权 你如果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的局长 局长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个屌丝 然后呢 加上有一少部分 这个什么什么 有点钱的一些企业家也不多 靠了齐了就是1万人 他们说就这么多人 让这么多人生孩子 你现在中央政治局啊 你的20多个人带头 说习包子也说动心了啊 说什么呢 你还不如让现在什么习近平呢 王沪宁呢 是不是 本来就老四个王 王岐山呢 还有什么汪洋啊 李克强啊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多多找几个老婆 多生孩子 每一个小老婆生三个孩子 说是包子也最近后悔了 知道吧 说不应该杀掉那个赖小明天 他100多老婆 每个老婆都给他生孩子 不管他是不是他的亲骨肉啊 好歹也是他生的那个孩子 也都跟着他信 知道吗 这个人应该是顺利典型 那是中国生育模范 中国最好的父亲 生这么多孩子 为国家做贡献 说这个包子就现在鼓励中央政治剧络委员 领导要带头 习包子带头 习包子找一千个老婆 是吧 完了以后每个老婆给他生三个孩子 你想想三个孩子很快 共产党就变成什么 现在只有四亿共产党吗 很快变成十亿共产党员 全是共产党员 每个家庭都是红色家庭 每几年就实现了大国崛起的梦想 多好的一个事情 赶紧生孩子 你说中国的事情 你说老百姓 他有时候也蛮有意思的 说些段子 说得你是忍俊不禁 大笑 但是笑完了以后有点苦涩 他一方面也是恶搞包子的 但是一方面的确也是个解决方案 你说是不是 挺搞的 反正做中国人不容易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活在这有点体面 要么你在中国 你就进入体制内 跟细胞子一起作恶 要么就像我们一样 干脆一屁股一排走人 我去你妈 我不跟你玩了 就这么地 谢谢大家